太大的問題 OK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進入我們強制執行法的第一章序論的部分 這部分當然就是講一些基本的強制執行法的觀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強制執行的意義和性質 強制執行是債權人依據執行民意 申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 強制其履行以滿足債權人司法上請求權的程序 所以在在這一段針對強制執行的意義的描述裡面有幾個地方要請同學注意一下 第一個強制執行他一定要有執行民意 債權人要依據執行民意才能夠申請執行機關來執行 那執行民意是幹嘛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會講 就請同學記得 執行民意是在這一個階段 判斷權利的這一個階段所產生的 為什麼 因為判斷權利了之後就會給你一個東西 讓你能夠證明說你有怎樣的權利 那你拿著這個東西呢才能夠進一步的去實現你的權利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稱為是一個 實行民意 好那強制執行呢 顧名思義就是要強制債務人去履行他的義務嘛 債務人通常都不會自甘其願 自願的去履行他的義務所以我們都是要 施以強制力 所以呢這個是會違反債務人的意思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強制執行法的裡面的規定 其實他都是求迅速 為什麼要求迅速 因為你們的權利義務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已經在這一個階段判斷權利的這一個階段 已經詳細的給你機會去 伸張你的權利的已經詳細去判斷過 所以到了這個階段要是快速的實現你的權利 我不再去管你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重點 是要快速實現權利 那既然要快速實現權利的話 某方面對於債務人來講呢一定是比較不利的吧 所以呢其實在許多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其實是對於債務人比較不利的 好那強制執行法要滿足的是什麼 我們這邊有說嘛要實現權利嘛 這邊權利是什麼 回歸到一開始 規範權利是什麼 是 民事法律 所以呢 強制執行法 所要滿足的是 司法上面的權利 那要滿足公法上面權利怎麼辦 那個是要透過行政執行嘛 不過其實行政執行很多也都是 準用強制執行法啦 好啦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強制執行的性質是什麼 強制執行程序呢一方面有利害關係對立的當事人存在 這什麼叫做有利害關係對立的當事人存在 這個其實就好像有點像是訴訟事件了嘛 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為貴在迅速 所以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後他不會訓問債務人他就會直接去做強制執行 這個又和訴訟事件不太一樣 訴訟事件法院會開庭審理問一下 問一下原告被告你們有什麼樣的意見嘛 但是在強制執行裡面 原則上他是不去訓問債權人甚至是債務人也都不在訓問的喔 所以呢 其他一方面呢會有訴訟事件性質 另外一方面呢 也會具有非訴訟事件的性質 那這個呢等一下我們可以在那個 強制執行法呢準用民事訴訟法 的規定裡面我們可以再看到 強制執行法所具有的訴訟事件性質和非訴訟事件性質的他的特殊性 OK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強制執行請求權 在那邊有兩個名執行同學注意一下 就是強制執行權跟強制執行請求權 這兩個呢 是不一樣喔 多一個 多請求這兩個字呢 他就是不同的權利 那什麼叫做強制執行權 強制執行權是對於債務人 施加壓力 讓債務人去履行他的義務的這種權利 那這種權利呢 我們呢基本上我們不允許私人暴力嘛 所以呢像這種強制執行的權利呢 我們都是歸屬於國家 那債權人他有的是什麼樣的權利 債權人呢他只是能夠請求法院來幫我實現我的債權 請求法院來強制執行實現我的債權 所以債權人所有的呢 只是一個強制執行請求權而已 所以呢其實如果用英文來講 強制執行權他像是一種power 他是國家對人民上對下 強制你要求你去履行你義務的這種權利 但是 強制執行請求權呢他是一種right 人民對國家的權利 人民請求國家 透過強制執行程序來滿足我的權利 所以強制執行權和強制執行請求權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強制執行請求權呢 因為他請求對象是國家嘛 所以其實他是一種公法上的權利所以呢既然是公法上的權利 他不能夠任意的處分 OK那我們來看一個小真點啦 針對強制執行請求權他的性質呢有兩種 說法一種是 抽象請求權說一種呢是具體請求權說那什麼叫做抽象請求權說 抽象請求權說就認為 債權人他到底有沒有強制執行請求權呢 只看有沒有執行民意 只要有執行民意你就可以申請國家強制執行 所以只要有執行民意呢就有強制執行請求權 那具體請求權說是什麼 具體請求權說認為除了要有執行民意以外呢 還必須要在實體法上面確實有請求權的存在 為什麼具體請求權說要這麼認為 因為畢竟我們強制執行呢 所要滿足的是 實體法上面的權利嘛 如果你實體法上面沒有權利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滿足你的權利 所以呢具體請求權說呢 是認為呢必須要執行民意 加上實體法上面的請求權 OK那要請同學把抽象請求權說畫起來 我們不管是實務還是通說都認為強制執行請求權呢 只是一個 抽象請求權 只要你有執行民意 我們就可以去做強制執行 又回到這個圖啦 判斷權利之後呢 就會取得一個執行民意 你有執行民意就可以來 申請強制執行滿足你的權利 在 這一個階段呢 我們完全不再去管理 實體上面的權利是怎麼樣 那各位同學可能就想 不對啊 假設原告告被告 判決勝訴了 判決說被告應給付 原告100萬元 那被告後來很乖的給付了之後 那這個判決會不會消滅掉 判決不會消滅掉喔 所以這個判決還在 是不是原告可以拿這個判決 去申請強制執行 依照我們剛剛的 抽象請求權說 判決還在 有執行民意 所以 可以去申請強制執行 各位同學覺得很奇怪喔 完全沒有錯 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有執行民意 就可以去申請強制執行 但是你的執行結果呢如果和實體法上面權利義務關係不一致的話 這個呢我們下一堂課會提到 我們呢 雖然求迅速 但是我們迅速的目的只是為了要實現在權人的權利 那求迅速的過程中呢當然很有可能做錯了嘛 其實要實現這權利和實體上面的權利不一致 所以其實我們強制執行法 還設計了一套救濟的制度就是為了要 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因為我們現在是偏重債權的嘛 偏重債權為了求迅速 所以難免會發生一些狀況 可能和實體法上面權利義務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另外設計了一套救濟的制度 OK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強制執行的種類 這幾種分類方式都很重要 這就是一些基本觀念要請同學記下來 第一個 強制執行呢 要依照他所實行的請求權的區分 可以分成金錢債權請求權和 非金錢債權的執行 那金錢債權的執行 顧名思義他要滿足的是什麼 請求權 就是金錢債權嘛 各位同學在判決上面看到 被告因給付原告新財幣100萬元 像這一種要滿足的就是一種 金錢債權的執行 這個比較單純 那非金錢債權的執行呢 就他要滿足的權利內容不是錢 那不是錢是什麼 我們的強制執行法呢又把它分成兩種啦 一種就是物資交付請求權 這個債權要的不是錢 他要的是某一個特定物 例如說 判決裡面寫 被告因給付 A車與原告 那他所要的呢就是一個A車 並不是錢喔 那另外除了物資交付請求權以外還有什麼 行為不行為請求權嘛 就是債權人可以要求債務人去做怎樣的行為 或可以要求債務人的不行為 就是必須要求債務人要容忍 這一種呢 他的目的不是要錢 所以呢我們就統稱為非金錢債權的執行 也因為他的目的不一樣 目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執行的手段就會不一樣 要錢怎麼辦 要錢當然是給錢啊 所以呢如果是金錢債權的執行的話 完全都是透過 三個程序 會先查封 然後呢 換價 最後呢 滿足 為什麼要先查封 金錢債權請求權就是為了滿足錢嘛 但債務人可能沒有那麼多現金 但沒有現金沒關係啊 債務人有房有車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先查封 不直接把車房賣掉 因為我們要進行拍賣啊 變賣的時候 之前可能都會有一些準備程序 可能沒有馬上 沒有辦法 馬上把它換成錢 那這段時間呢 如果我們不查封的話 很有可能債務人馬上就 就算是